那有中塔掉之餘 還被一換一 哇好虧喔 這個賈克斯 真的躺不住啦 所以這一波是交掉了歐羅拉的大 所以代表這一個小龍團打OPG是直接少一個大來打 這個小龍應該右邊是不能打的 完全不能碰 對 不能打 我覺得這個龍你只要少 這個中服也有一個人沒打都不能打 來看一下 就跳過來 直接打 被對決了 小虎我知道 這個可以得打一下 直接關門 沒怕 站太近了耶 看一下 距離好像距離不夠 距離也不夠 所以選擇看能不能加速一下 加速擊殺賈克斯 他身上也有治癒啊 但就是有點遠 那也沒辦法 沒錯 這邊WBG要打 歐羅拉沒打 人走了過來 但視野 說起來應該只有一點點的 來自我們右邊所看到的一個小視野 有確認到LNG的人員 此時開戰一個兵艦要打命中 GALA GALA有奧述一些搭送的進化解開了這一波的束縛 好位置搶回來 WG 想要再做追擊嗎 分身這個思考特下去看了一下 打了個招呼選擇走 這波LNG選擇要讓上半部的資卡分推 這裡應該要TP上去手那座塔 六重會直接推掉 對要直接踢要直接踢 但這樣子LNG就可以進攻 因為他們現在多一個TP了 打結丟 又是冰爾龍 然後關注LIGHT 進入彈幕刷開 後排打WG突然並不是很好 但小武在正面已經框出了兩個人 粉身離開思考特 吃到了 惡意收購 不過是可以往後去走的 走較前面的行 已經先被擊殺 還在追還在追 這一集沒有黏著能力黏住的威威威 不得已 沒有任何操作 回頭情況下只能死去 另外一邊 Tazen 後來千里短了一點點 沒有留住嘎拉 這波WBG 他就把他這個陣型的 反開性質打出來了 而且在第一時間 賈克斯往下靠的時候 其實呼吸也是一直跟著他 他要確保最後的團戰 是一個5打5 那雙子一抱在一起打的情況下 這個 惡意收購 其實就真的 滿Counter左邊這個陣型的啦 是 那 有拿到龍 然後邊線的塔也守住 算是有 把這個烈士給夾住 那就看可不可以從 一個防守方 變成一個進攻方 其實WBG一直有在嘗試這件事情 只是LNG第一時間都有拉開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一波 這個大絕甩的位置有點遠耶 好像沒人跟得到 就看到了一波4打4的機會嘛 然後這個2-1收購直接切割戰場 讓LNG只能往後退了 其實這一波 WBG這個陣型玩得很好耶 這波 配合性 打出的效果 算是 一吐怨氣啦 其實這裡也差一點耶 這個如果綁到 有機會逼個閃 那 綁到如果對方閃線沒按出來 Light就會有機會再黏 唉唷 跳起來了 教練 唉唷 搖起來了耶 搖起來大喊 Move your body 這場 開心得很 這個團戰 鼓舞了士氣 有有有有 就是能先做到反打 然後再找機會進攻就好 沒錯 因為 人 或多或少都會失誤嘛 對不對 蛤? 確實啊 總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狀況發生啊 對對對 可能是會失誤的是不是 這個 有些事情會來得很突然嘛 是 而且 既然失誤就要付出代價 你說對吧 沒錯沒錯 就要付出代價 那這裡LNG是付出了他的代價 但一樣邊線還是很強 你看他們就這樣一直推 那右邊好像也拿他沒轍 你看歐羅拉是直接推到二塔 他連這個 在塔下持兵都會怕被這個 可能 2-1 3-1月塔 沒錯 是還不至於到塔下單殺 但就是只要旁邊出來一個人就倒了 壓力很大 直接躲在了草叢裡面 小虎 真的無奈望著遠方的小兵慢慢到來 而同時在巴翁的視野上 打WPG也是用 直可遠觀的方式 不能走進巴翁的池子裡面 現在這把比賽打WPG 夾縫中求生存 但至少WPG要確保一條邊線 在有隊友的保護下能夠出去 不然你兩條都被推 等下對方再集中 就完全受不了了 是 看起來只能抓個機會 那就抽獎看看 但依者的進化又快好啦 是 現在非常被動 這就是 第一場展示的是這種鐵桶陣 在進入這個中後期 如果是軍事 或是自己有一些主動機會的時候 其實效果就很好 現在這呈現的是第二種 也就是當這種鐵桶陣 進入大獵巿的時候 他其實什麼事情都比較難做 就會變成你要等對方自己開過來 然後對方可能要有點失誤 對對對 但只要對方就是很完美的 在跟你邊線營運的話 就你這個陣型就會打得很無力 因為你什麼事都做不了 沒錯 現在他這 直接在巴翁開哭 哭啊 只能在這裡看著 這邊沒有 他想拿這個和諦把視野再搶回來 這樣才能有助於他們去開戰 那我覺得野龍軍這邊打得也蠻果斷的 就是反正我就是打邊 我這正面我不要被你開到 所以你看威威跟行就是直接拉掉 繼續一三一 這裡就是瘋狂拉扯 拼線一直默默地轉 我這裡推完線吃你家野區 其實輸三千喔 等一下那個團戰還是可以打 那個龍團我覺得WPG 還是要主動過來逼團看看 你說得嘗試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你在往後拖 你的這個阿姆姆 他現在傷害很高 彈度也還行 你再拖到可能雅寧啊 伊澤有個三件套 這個阿姆一進去就蒸發了 哇 史考特 但史考特這裡安全的很 水銀四代先拿起來 對 但這樣反而就會拖緩他這個 邊線給的壓力 跟他這個團戰他的傷害一定會有差 沒錯 所以下波龍團WPG要 就一樣主動開門 給出手了 對 你把對方逼退 你拿到龍 給對方龍魂壓力都好 因為畢竟對方的陣型 也是比較 雅寧啊 賈克斯 你面對到地龍龍魂 可能就會 傷害先讓對方 這個打在盾上面 你去做一些poke換血都好 沒錯 我看一下小龍來了 不然現在就真的有點在坐牢 就全部都只能跪在家裡 現在 有苦說不出啊 來了 巴龍 所以再來看一下 還有沒有事 他不會又偷到巴龍吧 他們吃巴龍其實不慢欸 艾希阿姆 一個TP來 現在選擇要交換了 這個龍15秒 但我也不要 直接TP就是拿塔 我覺得這裡是有點 因為上一把給的那個壓力 就是這裡你可以看到 LNG他也沒有第一時間去吃龍 是 這要開喔 開到了欸 同時正面要抓 但充具人他忍其實扛不住 而易收購吧 高拉傷害很高 而易收購的位置 哇 救起來了 有救到的阿姆還是死不過 後面之卡 跳進將來都給拿下 殺了艾希後 進場的 就是中路Scout 歐羅拉 歐羅拉 回頭 雖然一個打包壞帶 Breeze 是想要畫出自己的逃跑路線 但對面直接貼到臉上 但Breeze選擇往左邊硬殺 殺掉了Gala 繼續逃脫 但分身的思考著野天阿臉上 正面對決隨著風的吹起 那這裡Breeze 就只能無奈倒地 這裡應該 以狀態來說 吃小龍我一點 其實 剛剛要開嗎 因為歐羅拉TP了咧 你正面一定少一個人咧 然後他們直接開起來 所以最後 LNG 直接 在歐羅拉 沒辦法第一線過來的時候 他們是五個再打四個 這個要開嗎 你歐羅拉露頭了咧 還是用TP的方式露頭 你受不了 這波看到對面行怎麼可以走這麼深 你說右邊受不了 對就是這個行 他這樣子逼我這個二塔 受不了了 衝過去 而且Gala這波玩得很好 就是他的進化跟一的時間 是有完美的避開那個惡意收購的 不然其實這裡段數出 可能艾希就不會倒了 因為你看這邊就是歐羅拉 他顯得有點無助 因為他就TP上去 他只能慢慢走過來 走過來團戰已經打完了 就他還沒有玩到 柳青松選手 應該是有溝通了一下 另外一邊看一下 Gala選手 選手在這個時間點 可能對於剛剛被呼吸切死 應該會有點 覺得小可惜 對 因為剛剛那邊其實是有 考慮可以不死 但這波有拿到這波團戰勝利就夠了 就一樣照著剛剛的劇本去打邊 哇 就邊線現在看一下 6700 Gala就算倒地了 其實剛剛的傷害也是直接打好打滿 賈克斯補了個小金人 然後牙寧是第二劍步履了 那 這樣子好像團戰邊線都無敵了 打到這個感覺是差不多啊 我覺得WBG現在 只能創造奇蹟了 很難欸 這個一個有進化一個有水影 要靠對面自己人打死自己人 好像有點難欸 你說 要打出一個戰術 是這把比賽 我們要給什麼8打2 對對對 剛剛好像沒辦法 或者什麼9打1 對對對 對面這個有納投名狀的 沒有辦法 對沒辦法 今天早就已經都將問題給解決了 對對對 就是 只能看 最後可能會變成右邊 就真的 就是等到他們真的受不了啊 真的守不住了 他們會自己去動巴龍 那只要有一個烙背眼位 LNG應該就贏了 遇事不決 對 其實這個前面蠻多比賽都是這樣 反正就不知道幹嘛好 就吃巴龍 唉呦 LNG 畢竟這個陣容知道要幹嘛 瘋狂推陷 不知道怎麼贏 吃巴龍 不知道怎麼輸 吃巴龍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制 有時候不知道怎麼辦 那還有一個最後生機 一線希望嘛 這麼有一條繩索得抓著的 你看一下 現在視野慢慢不和 LNG 很紮實的 通常是利用視野 加入自己本身陣容的優勢 看這邊一步步的排解掉對面所有的野區視野 除非這裡邊線 WBG突然有個人跳出來 限殺對面的邊線 但目前這個狀況好像有點難 你說呼吸嗎 對啊 是呼吸嗎 對位輸一千吸能單殺 你說 一直就是打WBG 現在整個隊伍的狀態 是一個呈現 窒息的狀態 需要呼吸才有救 只能靠他 只能他了 只能靠他 我們可能可以看一下 這 中路對決應該是沒什麼機會的 這個沒辦法 這個衝上去就是自己被砍死 唯一能贏的可能就是卡上地吧 或者是你多派一個隊友 現在小虎有TP嘛 你們就兩個去抓他 還是一發兵箭試試看 一發兵箭搭上了呼吸 做一個配合 不知道傷害夠不夠欸 我覺得小虎要來 因為兩個有TP嘛 那如果你抓完甲克子之後 兩個在TP上去打就好了 是 就好像目前只能這樣解 因為你現在中路也沒有中外塔 你沒有中路線拳 然後兩條邊線又都被推 你都沒有 這個任何一條 線路是推的情況下 你視野只會越來越低欸 那你就會給對方找到開團機會 那你不如這個 轉手為攻 派兩個人去抓對面一個邊 那抓到 這個 抓到世界和平 抓到你還拿個 下外塔 有沒有經濟拉平的 最近一點 沒抓到 那也是合理的 就是兩個人在TP上去 把這團打起來 還有機會再玩 因為現在LNG不跟你打團嘛 你要想辦法讓團打起來 用什麼方式都好 總是要想辦法讓 這個碰撞產生 才有變化 左邊現在就是 總是要有點變化的 對吧 對要一定要 這不可能現在 球魚不變 對 要點話題 要點話題 要點聲量 熱量之類 就是你需要有一些碰撞 創造出一些機會 就是你要有交流才會有新的火花 沒錯 總之要互相討論 開個DC之類的 哈哈哈哈 不是這樣 這裡就加加了 這裡就加加了 要加加了 哇來看一下 一分鐘小龍啊 這裡也是WPG要主動過來打 哇這最對局 WPG 就是 有些事情就是 沒得打也是得打 對也得打 就是因為你不打就等輸啊 就是你就是得打啊 那總 我覺得 有個概念就是 寧可打輸了也不要 什麼都沒做就輸了 就什麼都沒做 然後 五個人在溫泉裡面看主寶爆掉 這不行嘛 不行不行 這樣太被動了 總是要有一些生機的碰撞 因為打起來瞬間 真的不好輸 沒有團戰就是 他雖然現在贏你三千塊 但要是那個牙齡空個大 那三千塊就不在了 團戰就是一個玄學嘛 對對對 其實他 他不是不能用科學解釋 因為 選手又不是這個 就AI嘛 他又不是機器 就不可能全招都中 對啊 因為他是什麼 卻GPG嗎 對啊 就是總是要把一些失誤 考揚進去的嘛 沒錯 那在有失誤會發生的情況下 就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啊 對不對 是 來看一下小龍來囉 10秒鐘喔 10秒鐘 但是下一根眼都沒有 WPG 他們還是守著巴龍 另外一邊 又有一個分靈體 史考特 這個就 牙寧邊先厲害的地方 靈魂出竅看一下 就永遠不會被抓邊啊 特別厲害 有這個靈魂出竅是真的厲害 隨時都能去裡面看一下 請問 你是從什麼時候 開始想要靈魂出竅去看什麼東西 沒有啊 我是牙寧厲害啊 你怎麼了 你是需要看什麼嗎 沒有啊 就是為什麼 你就是有想做什麼 你才會有這種想法啊 你是牙寧靈魂出竅啊 很強啊 你說帶鞭的時候很厲害 對啊 剛剛過那個雙十強 對面能怎麼樣啊 我就好奇問一下 對啊 看一下小龍 最終不打 結局是 再等一回 沒有就視野做回來 然後搶回巴龍這個視野 應該是不會主動開吧 要開嗎 吃的速度 還是要再來是不是 剛剛試過的 欸欸欸 排掉排掉 要吃嗎 有天眼看到了怎麼辦 喔 假的 不行欸 小虎被掃到了 假的 應該是四個人位置都被察覺到了 那就 這樣子再拖就是一個循環嘛 就LNG等一下邊線帶完 然後就繼續給你壓力 我覺得LNG這裡也不太會主動給巴 開巴龍給機會 因為你在 這個窄口右邊的陣型就 他就會多了一絲活路 而且你要確保卡桑蒂跟歐羅拉沒有烙背TP眼味 這件事情 不是每個隊伍都可以做到這麼完美的 沒錯 所以就繼續帶邊就好 再等下一個五分鐘 有小龍 吃小龍 龍蚊拿到 是不是完美了 就更穩了 你勝率只會往上提升 每一秒那個趴數都在往上走 LNG 這永遠緊張是打WBG LNG就是在旁邊看 芝卡現在 開心得很 411 這下路橫著走 沒人擋他 另外一邊打WBG 怎麼辦 就是推現完 新巴龍 有視野好開心 沒視野 看他們哪一刻想通 就是什麼時候要吃巴龍 對 如果不吃巴龍就會一直 就大概這樣 還是要開這次 但Light抓到一波機會嗎 點了三下 成功點出來同時突然 天降日輪聖光 行人大決搭上了微微的效果 兩個人去限制 但對面有迷卡 打WBG 這樣要開嗎 有想法嗎 狂聘燈喔 小小的嘗試 開開開開開開 把LNG三個大決都打出來 同時打WBG 在這一波就是現在 這可能是最好的機會 吃巴龍 這裡卡一下對面嗎 不要讓主女過來 一個TP 準備從天上降下 6800 LNG趕了過來 巴龍看起來準備要讓你到WBG 走到裡面 Breece已經扛到不能再扛 只能往上面走這樣 巴龍被對手給接盤了 這邊主位走了 今天突然一波 惡意收工衝了進來 威威在遠方想要QG的撤隊 但先被擊殺 巴龍的機會 只被阿姆拿掉 沒得拚啊 威威先死了 後面嘎啦 進入彈幕刷了很多人 但已經沒有殺了人群 只能做撤隊 打WBG開始殺起來了 小武者閃現一下 將緩速加嘎啦給留下 看打WBG的人員追擊 沒辦法跟上嘎啦的速度 還在追還在追還在追追 最終由打WBG吃下了巴龍 又是巴龍局